因为会说很多副东西 吃了以后也让我们过去退 都是听人家讲比较多 自己不会去尝试那个 那腰草那些没有经过医师检查的 绝对不会去吃 观念越来越正确 但病急乱投医的例子 还是层出不穷 一名妇女患有慢性肾衰竭 害怕最后躲不过洗肾命运 竟然主动停药开始吃偏方 有喝草药熬汤 有吞药丸 根本就是没有对症治疗 你草药有时候 民间的偏方大部分都是属于高价的 尤其是你熬汤的部分 那这个都是增加你的胜毒素的累积 才喝半个月 急性肺水肿和病呼吸衰竭 医师说慢性肾衰竭分为五期 无法根治只能延缓恶化进程 前期固定门诊追踪 控制血压血糖 到第四期开始呢 可能就是开始会限制他的饮食 一些高价的饮食可能不要吃 然后限制蛋白的摄取 那另外运动跟水量的摄取 这些都会有适当的引导跟建议这样子 那到第五期的话 其实大概就是要准备 他进入到透析阶段的前置作业了 延缓肾功能恶化 不听性偏方接受正规治疗 医师鼓励患者调试好心情 不要害怕洗肾 必须治疗时勇敢面对 否则病情延误对身体造成的杀伤力更大 大爱信用黄子凌旺光辉 台中报道 是发生的坊工达 大缓吗 政治正确